为了鼓励民众自己的店自己省 台电举办节电有你台电有力全民节电运动 今年已经迈入了第四年 除了参加抽奖的活动人数高达17万户 台电更祭出近3000万元奖金 年年加码奖励省电达人 这些所有的一些这些活动 无非就是我们的节能减碳 那另外一个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尖锋的时段 能够压低一些负载 让我们的这个用电能够供应无余 10月21号在总管理处大厅举办了颁奖典礼 除了邀请国民中学节电竞赛的特优得奖队伍 现场演出精彩戏剧 也进行了中小企业节电竞赛的颁奖 奖励使用节能电器 为环保贡献心力的绿色企业 我们都有装这个节能的循环杖 让这污烈的空气比较平静 那相对的就温度就不 空调的温度就不用开得那么高 今年的活动比起往年再进化 除了原有的抽奖以及有奖征达 今年更鼓励民众组队节电 也鼓励高压用户参加虚量竞价抽奖竞赛 各式各样的丰富奖项 就是要为了推广省电概念 控制尖峰用电 环保爱地球 台电公司台北报道